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一 台北股市跌163点 163点小case 涨了1500点 回个163点 小意思嘛 对不对 上礼拜就跟大家提醒了 注意第28天的回档 会记得吗 回档是让你减便宜 获得好机会喔 不要涨不敢买 跌又下到 那就不用算了喔 上礼拜五 美股道琼跌292点 纳达克跌2% 配成报道体跌了2.7% 因为联准会鹰派人士 讲话又开始大声了 正常的啦 你要知道喔 任何事情还没发生之前 半白脸半黑脸都会有 对不对 你不能把话给缩死嘛 话如果一缩死之后 就没有转还空间了嘛 所以随时会有人半白脸 也会有人半黑脸 所以最近整个美国物价有下来 升息改为两码 呼声很高 那你不能把话缩死啊 所以一定的时间 鹰派出来讲话 这净凶的 那主要也是什么 主要也是涨多了嘛 你看道琼涨了4600点 这段时间以来 美国股市涨幅都不小 纳达克涨了25% 配成报道体涨了30% 那距离联准会开会的时间 9月20 9月21 今天是8月22嘛 还有一个时间啊 距离联准会开会还有一个月时间 那行情已经涨那么多了 所以适度的修正调整净准 涨多修正难免 还有一个月才要开会嘛 那台北股市涨幅输人精追嘛 人家都涨了25% 30% 我们才涨10%而已 所以我们涨幅输人家 短线震荡难免 指数你不用太在意 重点在个股 重点在个股 上礼拜我也给大家看过嘛 日本股市是创了今年的新高 那台北股市这一波涨了1500点 我们只是把超跌的部分 6月20超跌的部分 先补回来而已嘛 我们后面空间还很大地的 台北股市目前还处于 严重超跌的情况 但我知道很多人看法 还是很保守 还是很悲观 那不管你看法如何 眼睁睁的事实是不能变的嘛 第二季的获利是历年来最好 上半年的获利也是历年来最好 这是铁的事实嘛 对不对 所以不管你是看好还是看坏 今年台湾景气是很好的 上半年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上半年 这是铁的事实嘛 你一定要正视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看大盘从一万九千点 一万四千点 对一万九千点 一万四千点 我就跟大家讲了 会先回测6月20的起跌点 一万五千三百六七点 我在那万四一万三千到 我就讲了 我不是涨上来才讲 我在第一时间我就讲了 是不是上来了 一万四千 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七 是不是回来了 我在第一时间就有跟你预告 第一目标先来这个地方 可是很多人不敢买 七月融资减 八月融资小增 今年融资还大减一千多亿 那这波涨上来 七月融资减 整个时间周期今年 都在走十四天的倍数嘛 二十八天十四天 二十八天十四天 又是一个二十八天嘛 在下跌行情里面 跌的时间会比较长嘛 反弹时间会比较短嘛 所以反弹都只有十四天 跌都是二十八天嘛 那现在开始进入上涨了 开始进入上涨了 所以涨的时间会比较长嘛 听到不 下跌行情本来就跌的时间长 反弹时间短嘛 那开始进入涨的行情 涨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修正时间就会比较短嘛 那一样是十四天的倍数 所以上礼拜提醒你 提防第二十八天的转折 提防第二十八天的转折 你自己算算看 你自己算看看 是不是正好第二十八天 你自己算算看 是不是正好第二十八天 是不是刚才二十八天 你自己算算看 自己算算看 我上礼拜就在提醒了 提防第二十八天的转折回档 我上礼拜就能说了 所以今天跌一百六三点 没什么 这是正好的 这个行情回档修正 十四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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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不是一直跌 它是震荡走低 跌了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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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要有十四天的时间 你看这已经几天了 已经几天了 后面还有的 跌了反弹还有 不会太深了 不会太深了 重点还是在各股的轮动 重点还是在各股的轮动 大型全资股 跟大盘的步调会比较一致 中小型的股票 跟大盘没有关系 你看今天跌一百六三点 成交量一千九百九十八亿 下跌量缩 卖压是有效控制的 你看跌一百六三点 今天有三十一家涨停 一百零四家涨三%以上 所以重点在个股 你不用为大盘烦恼 从个股出发 去找主升波的起涨股 找主升波的起涨股 我上礼拜一直跟大家强调 你看今天 一开盘九点十一分 南店三百块钱 卖出一半持股 很好门啦 九点十一分通知完之后 到九点十五分 都冲到一百零八 甚至于到九点四十五分 都还有 都还有三百零四三百零五 都很好门 三百块很好门 三百二百二百二十八 我们什么时候买的 裴洛西访台的时候 南店二百三买一半 有没有看到 裴洛西访台 八个月找你 路二百三四点 买南店二百三 二百三 二百三你们都知道 我每天都在讲南店 二百三买三百一半 两个礼拜时间而已 两个礼拜时间 七十块 七十块一张七万块 十张就七十万啊 买个时尚也不过 才两百三十万而已 对不对 二百三十万 两个礼拜时间 探七十万 很漂亮啦 那卖掉 又挠头回来嘛 这两天蹲下来 我会再捡回来 我又挠头回来 星象九点四十分 星象跌破三九零就卖出 等三七零再买回 对三九零卖出 太半三九零 对星象这一波 出完息之后 也涨不少 一张配一张 发了一张股票 那从三百零四 上来四百 这几乎创历史新高啊 那做了一个小头 破四百破三百九十五 是不会再说嘛 起三十八 等下来之后 再重新检究 对 今天另外一个讯号 细创车用跟公控 物联网晶片需求网 上半年一片子二十块钱 法人预估全年四十块钱 今天法人出报告 细创全年拼四个股本 所以消息出来之后 所以大盘跌有影响吗 有影响啦 中小型股不影响的啦 中小型股各走各的 你看我们星象 对 星象当级费 细创当级费 我们来看 对细创是 我们是一百五十五元买的 一百五十元买细创 上来一九三 对这波细创上来也不少 如果今年能够赚四个股本 本比它四倍而已啊 所以这次有很多跌很深的股票 有很多股票拨很轻 好几年够赚也很好 所以上礼拜就跟大家提醒啦 涨高的股票不要去堆 出生坡的大型全资股不要去堆 锁定主生坡的股票 上礼拜就开始讲啦 什么叫主生坡的股票 中小型的 中小型的 像这种十二亿股本 有没有 股本十二亿 十二亿的股本 而且业绩还相当好的 一年碳细的股本 本比跌到剩四倍 原本剩三倍 所以中国股票去很快耶 一下子就四十几%了 一下子就四十几%了 所以你不用受到大盘的影响 锁定主生坡的主流股 锁定主生坡的主流股 这个行情三阶段的下跌 初跌 初跌 末跌 结束了 开始进入全新的多头格局 目前才出生坡走完而已 即将进入主生坡 出生坡去大小的 出生坡一定是靠大型的 才有办法改变方向嘛 是不是 所以一开始我提供给大家 二十党大反攻的股票 全部都大股的 台积电 联电 联发科 望虹 日月光 有没有 都是大型全职股 你看台积电从433一上来 很快就涨了快一百块钱了 台积电怎么跌起来 要一百块而已也不少 今天台积电跌了九块钱 占指数占了75点 所以台积电跌要一半期了 台积电目前做上升上飘期 下来幅度不轻 这里整理完之后台积电会再起 台积电七月收历史新高之后 八月九月都会到2000亿以上 所以台积电这里洗完盘之后 也洗得再去 还会再上去 那联发科 对 联发科 一开始就跟大家提醒了 三年来最大失称六百 最低五百九七 一个礼拜时间而已 就挡到716了 你看我们是六百二买 六百二买 六百三买 七百卖变 六百二买 七百卖变 押回来 六百六再买回来 六百六又买头回来 联发科在做双底 现在缺什么 缺一根带量的攻击 缺一根带量的攻击 今天联发科也跌了 因为大型全资股一定跟大盘同步 一根大盘同步 那这个压回来不会多 买得多 等一根带量的突破颈线 这后边也会再去 你有来上课的 目标 这个图形一出来之后 目标会去哪里 联发科八月九月营收 也会重回五百亿以上 也会重回五百亿以上 这种单价比较高 联电就比较便宜了 你看联电我也是底部 我都开始跟你讲了 这波联电上来 也二十几%啦 连续十个月营收历史新高 现在缺什么 缺一根带量的攻击 缺一根带量的攻击 双底要完成 需要带量攻击的出现 现在联电跌一块钱 联电双底快要完成了 注意一下两边的时间 就缺一根带量的攻击 这都要买多啦 今年赚六到七块钱 本亿比才多少 才六倍而已 才六倍本亿比而已 但指数目前在修正 对这种股票是比较不利的 所以大型全资股 你要买 再稍等一下 前面涨了一波二十几% 你没赚到 那你还想买的话 等这一波在修正的时候 指数有蹲下来 要求你到我求 对 旺红 二十八户是 上来也二十几%了 半年暴创历史新高 你看今天旺红也买了 才跌一毛钱而已 才跌一毛钱而已 目前空单有2571张 我上礼拜跟大家讲过嘛 上礼拜教你们这个 嘎空三部曲 第一个阶段仰空 那仰空之后 等到第二阶段全部套住之后 后面就开始嘎空啊 最近很多人在放空 我想不懂 做多会赚钱 你为什么放空被嘎呢 最近空单只要2000张以上的 都用嘎去 2000张以上的都被嘎上去 那嘎空股 掌口你不要去嘎 你对嘎空股有兴趣的 你应该掌握它的节奏 你要掌握它的节奏 什么节奏 三部曲的节奏 目前还在仰空阶段的 什么叫仰空 仰空阶段就是 空单慢慢增加 起起落落 让空单感觉还有赚钱的机会 那等到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间急涨 所有空单套住 那空单还不认错 还不认赔 后面就加速咬起了 现在旺宏已经到了 旺宏目前空单 2500张 从放空之后 开始慢慢越推越高 越推越高 空单几乎已经快套住了 等到突破三十四块钱 内刷那 全部空单都投得了 后面空单又不认输 就会尽下去了 所以旺宏目前处于仰空阶段 接下来注意 全部套牢的动作出现 那下一波 加空行情 就要特别注意了 大家要特别注意了 所以现阶段指数回是好事 探大盘枯下来的时候 赶快锁定主身坡的起掌骨 对阶段要起掌中小型的 而且今年贪大钱的 我给大家看了好几档 这支 三阶段下跌结束 284路到纯910 获利还成长42% 上升三角形 再噴出去 会增表 这支也是 这支从600 跌到剩300 双底即将完成 今年赚四个股本 这支插没多 这两天插要求 卡这块筋 这支对300 流到纯100时 获利还成长43% 帝宝要没出 有插这支股票要注意 后面 颈线站起来会大起 这支也是 从90跌到45 这支颈线已经站上去了 年成长156% 年成长156% 这支很少不上去 探7块钱 本一比才多少 4倍 赚7块钱跌到剩30块 是不是很厉害 尤其股价总市值 还低于手中现金部位 所以这支股票 这个礼拜买点出现的时候 我会带你上车 广众服电话 跟上你的脚步 今天很够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上财富成长之路 立体来电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239-239-88 022-239-239-88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长龙跟阳明跌到3% 3%说很多也还好 那说少还是有点多 那什么原因 你看人家日本间 游船跌0.1% 川崎跌0.2% 山井跌0.5% 人家都落一点东西而已 你看山井 3720 3720 跟上礼拜四的3780 在历史高点 人家是在历史高点 你看山井 我上礼拜给大家看过嘛 去年6月底的时候1783 现在3845 你要是创新高又涨了一倍 我们长龙阳明去年在7月初的时候230 现在一百就站不起了 所以台湾的长龙阳明是严重低估 然后又上升三角形 上升三角形 尖打下来 今天落下来是什么 大家没信心啦 大家没信心啦 国际海运股好得很 这都要没做 扛担1万7千张 随时会再创去 随时会再创去 大盘的部分 刚刚跟大家讲过 第28天转折之后 这里会进入修正坡 修正完之后 主升坡就会正式开始 利用压回的时候 赶快锁定主升坡的股票 主升坡的特色是什么 小型股 小型GEO股 从底部刚刚开始 而且今年是赚大钱的 你找这种 我已经跟大家谈了很多档了 大成钢 对不对 财报发布完之后 第一步刚开始出 对 这未来啦 一年赚8到9块钱 股价才三十几块 四十块而已 要怎么来 对 对 对 今天 也没来啊 对 也下不来啊 对 下不来啊 带都爬出来的啊 你看南电也是啊 六百三跌到两百三 我都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就跟大家预告了 两个月营兽历史新高 半年报 创新高 两百三百 是不是从底部开始买 对 是不是上来了 这个 尤其 空担两千张 全部投到 仰空 套住 即将开始咬 今天冲出去 先卖一半做差价 这两天拉的 我还叫他回来 太不回事啊 这种图形很难得出现 可是一旦出现之后 后面的表 六三跨的 头肩底 这是三八的行情 听到不 头肩底是三倍的行情 怎么样的三倍 有上过课你就知道 你看泰伯 181买进 在八月四号 上礼拜二百零六 二百一十一 一百八十一买 二百一十一 一张三万 十张有三十万啊 图形完成 这都冲出去而已 这种就是底部的起掌股 有软 你都要紧张 台光电也是啊 三百楼到纯一百四十五 一百五十八买 一百六四 一百七十二 对 上礼拜起到一百八十 涨到一百八 这样一张两万里 十张二十二万 一个多礼拜时间而已 这后边经历之后会冲 会冲 还有哪些底部刚好起掌的 尤其又赚大钱的 这支 两百八跌到剩九十 上升三角形 刚才开始 这软都会冲 这星期有机会要紧张 这支 六百楼到纯三百 双底即将完成 今年赚四个股本 这个都是主升波的重点股 这软也会冲 这两天有软要紧张 这支对三百楼到纯百市 现在只有第二支 刚好完成而已 等到颈线一破 跑起来会很快 创新高获利 成长43% 这支也是 九十跌到四十五 对九十六到四十五 双底都刚好完成而已 这个都是符合怎么样 符合赚大钱 都不是投机股啊 都不是机差股 都是贪大钱 股价在底部的股票 一档一档 底部主升波的个股 这两天有押回 赶快跟上您的脚步 我带你上车 广告众服电话 做助您操作顺利 还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财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